台北市府的人事又爆發爭議了嗎 因為這個原本是掛在原民會的秘書林真宇 他最近是被戒掉到了沒事作業 跟著柯文哲等於是柯文哲的幕僚 但現在就被爆料說 他其實在上班時間在經營自己的美食粉磚 讓議員是在質詢的時候就問柯文哲說 怎麼會這樣 柯文哲是回應說如果真有這樣子的狀況是要處罰的 不過也談到現在有彈性上下班時間還要再查查看 目前從他的粉磚上面來看的話確實有這樣的狀況 那包含不只是經營臉書粉磚 還包含他自己個人的粉磚上面 也都有在這個例如說下午2點多的時間 然後跟其他人有一些分享旅遊的相關連結 疫情的關係所以有做分流的彈性上下班 那彈性上下班的這個時間就是比以往我們在一般公務員在打卡的時間更 前後大概大概有兩個小時到兩個半小時的時間 那所以如果是七點半上班的話他大概就是四點半可以下班 所以在這樣比較下其實發文的時間確實是沒有問題 那六人的時間就是在提醒同仁多多注意 那沒有錯 根據這個市府的調查之後發現了 也跟這個林真宇本人來進行確認 他在發文的時間的確有的是下班或是午休時間 但是用個人的粉絲專頁來回文的時間真的就是上班時間 那也坦誠說會提醒同仁要再多加注意 但是回到一開始 柯文哲說如果是上班時間經營粉絲專要有懲處 接下來會不會有進一步的動作 大家也都在繼續關注